今天1月27号马上要进入2月要过年了 你没发现这个即将结束的1月很特别 为什么因为从日历上来看呢 它总共有5个星期六 5个星期天还有5个星期一 当然这是一个数学上排列组合的问题 同时呢在星座学上 这是非常罕见的所谓钱币之月 就是说很容易发财 要等到下一个1月呢也是钱币之月 这要等到将近1万年后 天啊每次对方票都有人说不会中奖 不过提醒你这个月很罕见 是所谓的钱币之月 不管做什么事都会发财哦 翻开2011年也是民国100年的月历 1月份一样有31天 不过日期组合很奇妙 仔细一瞧有5个星期六 5个星期天还有5个星期一 可别小看这样的排列组合 这是很罕见的钱币之月 如果下一次要出现在同样也是1月的时候 必须已经相隔到9841年以后才会出现 在神秘学来讲的话 他们认为是这样子就是 5乘5 25 25再乘以5就是125 然后1再加2再加5等于8 8讲的就是一种掌握还有无限的力量 赚钱啊或爱情啊 或是渴望就是怎么样去展现你的侍奉 什么都可以 55的组合在星座还有宇宙学来说能量很大 钱币之月是很难得的发财月份 也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有人说把消息传给11个好友 在金钱上会有收获 还有人说要狂买乐透 试试手气 除了钱币之月 其实2010年10月份也出现过一次财富之月 当时的组合是5个星期五 5个星期六 还有星期天 55出现在10月份 这已经是相隔823年后的事 不过比起下一回几乎要等一万年之后才会出现的一月钱币之月 民众可以把握17年后 2027年10月份还会再出现一次财富之月 民众除了好好期待 当然也要致命心念才会有重大脚的机会 今天就有民进人的一方台北报道